大家好,我是苏塔塔,欢迎来到直播墨尔本的番外片 现在呢我们很多人在家工作啊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还是每天要摄入很大量的咖啡 那今天呢要录一期节目来聊一下咖啡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家呢有一位重度咖啡依赖患者 所以我不得不录一期视频来diss一下咖啡 那我知道在这个墨尔本呢是号称世界咖啡文化之都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录这期节目可能是一个作死的行为 但是我实在实在要讲一下 那咖啡过度摄入的话 它其实有很多的阶段症状是大家要注意的 那咖啡如果摄入太多的话 真的对身体是有很多不利的地方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症状原因是什么 那我也查了很多的科学文献资料 来跟大家一起来总结一下 那在视频的最后呢 还会帮大家播放一下 我们家这位人兄 每天早上用这个据说是在山上种植的咖啡豆 来磨成粉 然后再冲泡意大利式的espresso这样子的一种咖啡 就是高压 这个怎么说来着 怎么说来着 高压蒸汽 对高压蒸汽的一种方式去磨出一杯咖啡来 那我们会放在视频的最后面 那咖啡呢 大家知道作为第二大的贸易商品 那排名第一位的是原油 那咖啡为什么可以排在第二位 那它是因为它的消耗量非常大 全球的市值超过了1000亿美元 美国人每年在咖啡上的平均支出是1000美元 也是差不多接近了一部iPhone的价格 那大家所知道的星巴克呢 作为起源于美国的一个咖啡的连锁品牌 现在已经遍布全球了 像北美和很多西欧的一些国家呢 也把咖啡呢 作为一种很重要的这个体验文化 像爱尔兰人呢 他就会将咖啡和威士忌混在一起 他们叫这个叫爱尔兰咖啡 然后在意大利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浓缩咖啡是为代表的 那希腊呢 有一家老式的一个咖啡厅 在网上非常有名的 他们是专为上了年纪的一些老先生去服务的 在那边专门喝希腊的咖啡 然后交流一些新闻啊 政治想法啊这些 或者玩玩纸牌 玩玩棋牌游戏 就是很多西方国家呢 都把咖啡作为一种餐饮的文化 然后打造很多跟咖啡相关的主题的餐厅等等 那咖啡里面含的咖啡因呢 其实是一种兴奋剂 它是一种天然存在的物质 可以在各种植物的种子 坚果还有树叶里面找到 我们可见的实体呢 就是像咖啡豆 茶叶 可可豆 可乐果 瓜拉纳种子 这些其实就是能够 咖啡因存在的这样的一些实体 那过量摄入咖啡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 有科学研究表明啊 每天如果超过摄入600毫克的咖啡因 那就算过量摄入 那600毫克的咖啡因 大概就是我们所说的四杯咖啡 那我们等一下会帮大家做一个列表 这个列表里面是每种咖啡不同的做法里面 所含的咖啡因的这个数量 大家到时候可以去对比一下 看你常喝的这个咖啡里面呢 咖啡因的摄入量大概是多少的 那对于过量摄入咖啡因呢 它可能产生的症状 有偏头痛 疲劳疲倦 会在白天也比较适睡 会有恶心 会有胃烧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是因为咖啡的酸度和消化系统 之间产生了一个消化不良和不适的 这样的一个反应 由于咖啡因造成的这个肠道菌群的失衡 那还有 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啊 精神不振啊 无法清晰思考呀 包括会产生易怒啊 焦虑啊 出汗啊 甚至就是这个 肌肉疼痛或者是无力的这样的一个症状 那什么人会产生这些症状呢 其实跟自己个人的体质有关系 也有一种就是 比如说你每天在工作的时候 不知不觉摄入了超过四杯的量之后 你突然在家工作的时候 没有摄入那么多的量 或者有些人在周末的时候 处于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 它也就没有摄入那么多的咖啡 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很明显的一个阶段症状 那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 出现这些阶段症状的时候呢 就说明依你本身的体质 可能对这个咖啡因是存在一种慢代谢症状的 如果你是慢代谢症状的话呢 你就不适合摄入超过两杯的 这样的一个咖啡的量 还有就是在喝咖啡的时候呢 千万要注意不要添加糖 因为其实正常的摄入咖啡的话呢 其实是可以降低患糖尿病的风险的 那美国的最新的一项分析 是采了45万人的一个数据量 他发现每天如果是平均三到四杯的 这种胜率咖啡呢 可以将他们患糖尿病的风险 降低约20% 但为什么有些喝咖啡的人 还是会容易得糖尿病呢 就是因为他在不知不觉当中 摄入了过多的糖分 那很多人其实是喝不惯咖啡的那个苦味的嘛 他就会不知不觉的 在里面加很多的糖分 那你就摄取了比平时其实所需要的 更多的一些糖分 那你不能很好的代谢这些糖分的时候呢 就会造成一个患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另外还有就是 咖啡因呢 它也容易增加胆固醇水平 那有一种冲泡方法 就是用滤脂去过滤它 那这种是来自土耳其 或者是法国比较流行的一种冲泡方法 降低咖啡里面的咖啡分这种物质 也就不会增加我们的胆固醇水平 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过的 咖啡因的慢代谢者 那这个呢 其实是一种遗传病 在这个咖啡因的这个阶段症状里面 有比较明显的心慌啊 失眠啊 这些症状的话 说明你可能是咖啡因的一个慢代谢者 那今天 那咖啡因呢 其实不仅仅是存在于咖啡豆当中啊 就是我们平时喝的 像茶叶啊 功能性的饮料啊 还有小朋友比较喜欢喝的可口可乐啊 其实里面全部都有咖啡因的 那对于儿童的咖啡因的摄入量呢 每天其实是不应该超过100毫克的 那差不多就是两罐可乐的量 所以家里有小朋友 如果特别爱喝可乐的话呢 也要注意一下每天的一个摄取量 那今天呢 要在 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聊了一下 我感觉好可怕 就是在喝咖啡的时候呢 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那我是觉得如果说 称之为咖啡文化了嘛 一定是有它独特的一些魅力在 但是如果说因为过度摄入咖啡因 导致你某一天或者是 某一段时间 稍微这个咖啡因的摄入量减少下来的时候 就会对身体产生各种不适情况的话 那其实有点像 中毒的一种感觉 那你还要去戒断它 那你不如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注意你咖啡的一个摄取量 让身体保持在一个健康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见 请多谢观看 这一样的感觉 来看看 一点点 可以 所以 中文字幕 李宗盛